在很多唐卡和造像中 我们会看到莲诗展现这样的形象 他以国王游武士坐在奇珍异宝组成的莲花日月殿上 身穿红色大肠 发衣 骤士衣 头戴莲花剑解脱帽 手持天杖 他的肤色 白里透红 光滑润泽 散发着词言合一的清净气息 实际上莲诗视线这样的形象 生动的展现了佛法的精华要义 莲诗曾亲口开示 向他众解说莲花生大事圣像的功德 能无碍升起菩提心 得三昧功德 莲诗双眼直视虚空 象征着他随时觉知到究竟本性 虽然莲诗嘴角微带笑容 但眉间微醋 代表他以寂静和愤怒两种形象 度化有缘众手 他右腿微深 左腿微去而坐 这种坐姿称为国王游武士 象征着无上闺眼 莲诗右手以气可引 手持金刚杵 象征降服一切 左手截平等音 平脱着装满无死智慧干露的长寿宝皮 瓶口用如艺术装饰 代表莲诗已达到无死持名者的境界 莲诗头部所戴的帽子 名为莲花尽解脱帽 或称巨瓣布帽 当年莲诗曾在撒火火时 被国王哲拉活活燃烧 之后莲诗视线神通 他如如不动地安坐在火中央 身体分毫未受灼伤 撒火国王顿感惊奇 当下对莲诗升起信心 于是下令打开宝库门 将一切妙衣服饰 连同国政劝述 一并供养给莲诗 当时国王所敬献的那顶冠冕 便是莲花见解脱帽 这顶冠冕内外双层 象征升起次第 与圆满次第 无二双运 顶端的三肩表示成就法 暴化三身 冠冕有白 红 黄 蓝 绿五种颜色 象征连诗以武身 己法身 暴身 化身 不变金刚身和现正菩提身 来利益一切众生 冠冕中间有日月装饰 表示智慧与方便双运行持 冠冕以蓝边装饰 表示三美夜无边无际 金刚宝顶装饰 表示三摩地如如不斗 冠冕顶部以应旧的顶名装饰 代表莲诗的见解证物 已到极点 修行 已达究竟 莲诗外层所穿的锦端斗篷 称为大厂 也是莲诗在萨火国 视线神通时 由萨火国王供养 身着大厂 象征怀柔射受世间众生 外国的法衣 极为出家人所批的袈裟 象征别解或解清净无人 身着宙食衣 象征密城界极为清净 内着的内衣 象征菩萨界圆满 在莲诗的左手臂外 三叉之间有一根三叉祭天杖 印度语称为Kajanga 天杖顶端的三间 象征诸法本体 自信 打杯的究竟含义 三叉的每一叉上 各垂下三个环 加起来共有九环 象征着九层次底 在三叉之下 从上到下排列着 干 施 九 三个头颅 分别代表法 暴化 三身 头颅之下 有一对交叉的金刚柱 以及挂着五色彩绸的颅骨 五色彩绸代表佛的五种智慧 即大圆禁止 要观察至 平等性质 成所作制 法界体性质 天杖上用死人与活人头发装饰 象征莲诗在八大狮林中 以尽形来射手所有鬼女 空行墓 莲诗曾向众人许诺 谁祈祈祈祷 我就出现在他面前 赐予加持 我们向连狮祈祈祷 也是在向三�士诸佛祈祷 祈祷的第一步 是以强烈的信心 努力感受连狮 就在自己的前方 在此基础上 若能在确凿无五的观想 清楚地了解 连狮形象所蕨含的深意 对祈祷有很大的帮助 观想时 佛像是白色的就应该观成白色 红色的就观成红色 姿态 手势 冠冕 衣饰 五官等等都要鲜明 不混杂 既不像唐卡上那样是扁平的 也不要观成精致 土坯的塑像一样 要观成活生生的形象 实实在在的佛菩萨就在眼前 能跟我们交流 随时会把手伸过来 为我们摸顶加持 安慰 庇护我们